嘿大家好,我是提霸,欢迎回来今天的科技叔叔报 今天一共有三者Apple的新消息来告诉大家 第一者就是最轻巧的Apple MacBook 12 已经正式进入了过时设备的清单哦 第二者就是传闻中Apple自家的M2晶片 将会在2022年的MacBook Air上面来使用 那最后一者就是近期大家最关心将会在年底发布的MacBook Pro 它将使用会发光的Touch ID指纹辨识的按键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科技题材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影片哦 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苹果公司在2015年推出了这款12寸的MacBook 在当时它甚至比MacBook Air更轻更薄 然后还拥有Ratina的荧幕 可以说是随身系在办公的最佳的机种 那后来在2016、2017年的时候 它也有再推出更新的版本 甚至最高位格还有推出到i7的CPU 那其实在使用上以i5的CPU使用起来最为平均 它比较不会因为i7CPU那样的高效能让机身发烫 然后因为过热来降频让整体的效能降低 而且它在供电的部分 已经使用到主流的Type-C充电孔 需求的瓦数也没有很高 你目前这个连带已经推出很多行动电源都支援高瓦数的充电了 所以其实你现在以二手价来购入一台2017年i5版本的MacBook 12的话 它其实让你在外出做简单的办公都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它真的是非常的轻巧 然后如果没电的时候你还可以拿你的行动电源来进行充电 比较可惜的是Apple没有打算再推出它的后续机种 不然我觉得其实可以推出一款搭载M1晶片的MacBook 12 因为大家都知道M1晶片它的耗能非常的低啊 像现在M1的MacBook Air它就没有搭载风扇 所以M1晶片其实也非常适合使用在没有风扇的MacBook 12上面 如果有M1晶片的效能加上轻巧机身的话 那其实我真的会蛮想要购入一台来当作随身携带啊外出来使用 那虽然MacBook 12进入了过时的清单了 不过Apple公司也承认了它依然可以进行原厂的维修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Apple的设备 然后又想要拥有一个非常轻薄的笔电的话 倒是可以上网去找找看二手的i5版本MacBook 12 相信它对于你平常上网啊还有一些文书处理的作业的部分 都还是非常勾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者 新一代的MacBook Air将使用M2晶片的消息 在近期知名的苹果分析师爆料 有传送的M1X晶片呢将会使用在Pro等级的机种上面 那M2晶片呢就会给MacBook Air来使用 所以M2晶片会比较像M1的稍微进化改版的版本 它将会跟M1一样具有8核心的CPU 那在绘图的效能上会比M1晶片稍微做提升来到了10核心的部分 其中爆料的资料中也有看到 2022年新MacBook Air在外观颜色上会有更多的选择 将会跟今年M1iMac一样推出更多缤纷的色彩 那这样子的话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的产品线将会有更明显的区隔 不会像去年11月M1晶片抗推出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买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好像效能都一样很强大的感觉 那这次推出比较多款缤纷颜色的MacBook Air呢 就会像一台比较休闲啊 平常外出方便携带的一台笔记型电脑 然后它的效能又不至于太差 那它在充电的部分呢 也会跟今年年底要发布的MacBook Pro一样 使用MacBook Air 10系4的Type-C充电孔 至于MacBook Air它完整的相关规格的资料呢 在发表会之前各大YouTuber都会做陆续的更新 那如果有它最新的资料呢 我也会在频道这边来告诉大家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者的消息 在年底要发布的MacBook Pro将搭载会发光的Touch ID指纹辨识按键 在近期最新的资料中看到 2021的MacBook Pro将会有三大亮点 第一个就是回归的SD卡槽将会支援高速的UXX2的规格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记忆体容量将会拉高来到了32G的记忆体 最后一个就是Touch ID的按键将使用会发光的模组 那这一次2021的MacBook Pro终于回归大家最常使用的SD卡槽 同时它还支援300多Mbps的存取速度 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在拍完影片 还有照片需要把档案传输到电脑的时候 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而且也不需要再另外花钱购买外接的图卡机 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费用啰 那提升到32G高容量的记忆体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五六千文高画素照片落档的编辑 还有一些4K、8K影片编辑要叠很多层的时候 就可以减少一些Loading还有等待的时间 那我们在作业上就会更加的迅速咯 那至于2021年的MacBook Pro它的外观造型 还有价格以及它上市的时间 在我的上一部影片已经都有说明了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我个人的部分呢 预计是会买16寸的M1X晶片MacBook Pro来使用 那如果你也对它有兴趣想要看它的效能测试 还有开箱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到时候我会制作一部开箱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速速报分别有Apple MacBook 12将走路历史 再来是MacBook Air将使用M2晶片 并退出更多的颜色给大家来选择 最后就是年底的MacBook Pro将使用会发光的Touch ID指纹辨试按键 OK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